最近几年吴彦祖在硬汉如临的国际舞台上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 这次现身上海吴彦祖宣布马上回归 没想到平时在观众意想中走高冷帅气路线的吴彦祖 在采访时也会露出如此调皮的一面 此番现身上海也是相当的难得 要知道这些年吴彦祖因为工作的关系都在国外 之前我一直在美国工作 所以比较少机会可以回来上海 因为我父母都是在这边出生 然后上海话都是我母语吧 虽然现在讲得不好 但我完全听得懂 所以我一听到上海话的话 就觉得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吧 去年10月由吴彦祖主演的电影《全球风暴》上映 今年3月另一部《古墓丽影》《缘起之战》也与大家见面了 影片中直言不讳 愤世忌俗的船长形象 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吴彦祖 那我就拿这笔钱去买两条像你这样的破船 就算你有一条船 或者两条 没出这个港口就都沉了 你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船长 而除了电影《吴彦祖》还出演了美剧《荒原》系列 该剧讲述的是桑尼带着儿子远离喧嚣 尽其所能抚养他 然而儿子染上一种神秘疾病 他不得不重新联手老搭档重返荒原 而吴彦祖饰演的正是那个武艺精湛的桑尼 老实说我拍了60多部电影的 所以什么角色什么题材都差不多拍过 所以现在我寻找的东西就是有新鲜感 比如说我拍《 Into the Badland》那个角色 这个故事是从来没有拍过 是长未来的300年后 整个世界会怎么样的 其实仔细看看吴彦祖这两年的发展轨迹 基本都在好莱坞打拼 不过这回他透露自己想换换口味了 因为我最近在一直在美剧《荒原》 我们拍了9个月 那我拍9个月就很辛苦 所以这个夏天我就一直在休息吧 那10月份 11月份就很快就回来亚洲拍戏吧 因为我好久没有在亚洲拍戏 然后很想念在中国拍戏吧 《轮运西天地》上海采访报道